哈喽,今天是2023年9月7日,星期四,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大家好,我是FX68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魏 美国股市周四涨跌不一,倒指在相对较强的就业数据的带动下暂时起稳 不过地缘政治风险给苹果股价带来的冲击,同时也牵连到了很多的相关板块 加上出于对欧盟监管挑战,以及对美联储重然加息预期的担忧 科技股板块延续跌势,导致纳指已经是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 各股方面,今天想和大家来更新的是特斯拉的近况 因为除了近期地缘政治风险攀升,同样给特斯拉也带来了情绪面的影响以外 本周还有两个消息是值得注意的 对于第三季度特斯拉业绩的表现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个消息就是中国成联会的最新数据 今年8月份特斯拉中国是售出了84159辆汽车 同比增长了9.35%,环比增长了30.92% 打破了7月份下降的趋势 减签了人们对于特斯拉让利保销售这种做法的边际效益逐步减少的担忧 至少证明暂时他们的打折措施和Model Coy获得补贴依然在发挥着积极的效果 今年8月14日,特斯拉中国宣布下调了Model Y的价格 其中的长续航版的Model Y的起售价从31.39万元是下调到了29.99万元 高性能版Model Y的起售价从36.39万元是下调到了34.99万元 降幅均达到了1.4万元人民币 然而降价后需求的增加导致长续航版Model Y的等待时间延长 目前已经从之前的2至6周延长到了6至8周 而在补贴方面截止9月份 所有在中国销售的后轮驱动版的Model Coy的车型均可获得8000元人民币的补贴 整个今年的1月至8月份 特斯拉中国已经卖出了624,983辆汽车 同比增长是达到了56.27% 可以看出虽然说近期让利打折给促销增长带来的边际效益正在逐步的减弱 但至少目前仍在发挥效果 也继续凸显出特斯拉在中国电动汽车的人气 那算是在上周五从投资角度而言 令人失望的新款Model Coy发布之后 暂时给投资情绪带来了一些提振 不过第二个消息就有些令人担忧了 可能会抵消中国成联会数据带来的利好 那就是特斯拉在近期慕尼黑召开的投资者会议上警告道 因为工厂升级引发的停工情况 今年第三季度特斯拉的产量和交付量都将下滑 根据德意志银行的报告显示 目前市场对于特斯拉交付量的共识是 第三季度的交付量可能只会环比第二季度的持平 同时还存在着下行的风险 也就意味着最终结果可能会环比下滑 这里就需要注意了 因为今年以来特斯拉一直推行的就是让利保促销的政策 在这种政策下利润受损是必然的结果 但如果能够换来足够的市场增长和销量的增长 那还算是值得的 但如果由于停工导致第三季度的产量和交付量下滑 这对于当前人在推进的打折措施将会带来短线的挫折 同时由于目前并没有看到真正低成本低价的新车型的推出 这就会令特斯拉第三季度的业绩表现蒙上阴影 很有可能会看到收入重新放缓 同时盈利能力并没有有效的修复 这就会至少在短时间内陷入到一种收入和盈利双双利空的尴尬局面了 这对于特斯拉的股价来说 第三季度可能就会是一个折服的季度 这和我之前给出的警告就基本相符了 那就是在现有车型上持续的打折促销将会继续损害利润空间 这种做法的边际效益逐步减弱的话 就会给特斯拉的股价加上一个盖子 依然会存在短线的波段交易机会 但想要重新测试前高 甚至再创新高 打开新的上升空间 难度就会变得很大了 因此结合现在对于第三季度的产量和交付量的利空预期 特斯拉的股价短期内将会继续承受压力 维持当前的这种震荡盘整的趋势 当然了特斯拉方面认为 三季度之后新版Model 3将会迎来稳定的需求 有分析师认为 新的Model 3可能会有助于特斯拉改善盈利 因为新版本比老版本的售价更高 而成本却可能更低 但我还是和之前的看法一样 如果成本真的更低了 以马斯克的脾气 以及特斯拉坚定的低成本低价的风格 他们是不太可能在当前这种环境下 提价卖新版的 这可能就要提到华尔街的另一种看法了 那就是有观点认为 特斯拉这一定价策略 是在助推老款Model 3清库存 之后很可能还是会下调新款Model 3的售价的 如果真的这样 那就算是新版的Model 3的需求 在三季度之后趋于稳定 在特斯拉结束打折促销的策略 或者拥有真正低成本低价格的新车型之前 特斯拉的引力能力依然会继续承受压力的 这可能是他们今年年底前都会承受的股价风险 因此如果是长期投资者的话 就要小心短期内可能会面临到的这种震荡考验 当然了特斯拉的长期基本面并没有改变 作为电动车领域的龙头企业 基本面的优势依然很强 这点是不用担心的 估值角度来看的话 目前结合最新的财报数据 特斯拉的合理股价比之前的240美元有了一定程度的上调 但目前也只有250美元的样子 和当前的市场价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能够看出当前的价格下 特斯拉属于是不贵也不便宜的状态 但由于盈利受损 市盈增长率PEG依然是有着2.13倍 这比明显估值更贵的英伟达的1.57倍还要高了不少 能够看出吧 特斯拉当前是存在一定的估值风险的 至少目前而言性价比不是太高 因此如果是长期投资者 但现在还没有持有 但想要入场或者说想要加仓的话 那当前的特斯拉股价不是特别好的机会 这就是基于刚刚说到的短线风险和估值角度来看的 那如果真要寻找机会 那就可以和短线波段交易的朋友一起 等待特斯拉的股价在50日均线和50%回撤位 也就是255-260美元这个窄幅区间受阻回撤后 在100日均线附近 也就是大概227美元的地方寻找机会 那明天在经济数据方面 并没有什么特别重磅的数据值得关注 那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美国7月份的批发销售和库存数据 而在财报方面 明天只有两家公司的财报是值得关注的 分别是连锁超市科罗格 还有就是rent 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 进享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收看FX28的节目 更多资讯的请在苹果商店 或者Google Play商店下载FX28财经APP 同时也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